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回帶找馬想和大家看回 5月20日 菊草野馬賽事 今次想和大家看看當晚的兩場頭馬 都是放頭贏的 我個人認為都騎得蠻出色 如何出色呢? 和大家逐場看 先說第四場的三班一千米 看看重播吧 好 出集了 今場的初出馬是正本寬生慢一點的 豪情勇進都起起琴拖在後面 所謂前面有幾隻馬比較快 內欄位置方面就是經典之星最快 外面好甜橙都快 中間夾著奮鬥同心 外面就跟外地望空的就是閃電精靈 後一層的馬就先見到鐵木耳 再數入面就是以戰養戰 鐵欄方面就是萬眾之力 包了最後一對馬就是晚閘那兩隻 豪情勇進和正本寬生 準備入彎的時候 前面一隻經典之星已經搶贏了 帶領著馬群一個馬位入直路 後面拍著走的就是一隻好甜橙 外面繼續走的外地望空 就是一隻閃電精靈 後面還有一些奮鬥同心的馬 入正直路的時候 前面經典之星仍然是佔先 今次沒有波勾就越騎越好 中間位置追跌就見到閃電精靈 外面是以戰養戰那些追跌 最後一百米的時候 經典之星已經透出了四個馬位 過終點的時候經典之星贏 跑第二名就是以戰養戰 第三名是閃電精靈 而第四名就是萬眾之靈 今場想和大家看回頭馬 經典之星的走勢 其實我本身在賽前的時候 在Twitter也貼了這隻經典之星 Classic Unicorn 是我的best bet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去Twitter追蹤我 就可以看到我當日的即場的心水 說回經典之星 其實上一次出賽的時候 第一次過來谷草這邊又跑 入直路的時候 其實轉完彎之後 隻馬就波勾地外閃了出去 但是看到了 今次再出的時候 同樣是報回同程賽事 繼續好像不服輸一樣 跑回谷草一籤 其實也反映可能 幕後已經找到一個方法 去解決這個波勾的問題 又或者隻馬已經從上一次賽事裡 學到東西 所以今次其實有進步 轉彎之後 跑得不錯 沒有外閃的情況之下 可以贏 最後我贏在距離中 贏了四個馬位 非常輕鬆 其實如果是日後 遇到一些類似的情況 即是馬球 下一次再出 如果他再跑同程賽事 其實也可以給他多一次機會 因為都相信 馬跑完一次之後 其實可以學到東西 再加上 看賽後報告才知道 今次其實 經典之星 原來就是 叫做 起步之後 其實已經脫掉了提鐵 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照樣贏馬 證明 那個頭馬水準也挺高 希望經典之星 叫做 跑得回應有的水準 看看之後 再出賽的時候 能不能夠再下一成 所以今次 經典之星這個頭馬 水準相當之高 好了 看完這場 就想跟大家看看第六場 第六場 第六場是四班千二 跟大家先看個重播 好 出閘了 今場都沒有什麼馬特別慢 所以平排出閘了 所以前面有幾馬快點 內藍方面有真精彩 外面見到萬事恩 外跌方面 獎金大王也走上去 三隻馬 放在前面 後一層的馬 貼藍位置 就是太空戰士 再數後面就是翡翠鳳凰 貼藍方面 就是功夫茶 外面找外跌網空 是大運舞台 最後一層的馬 見到軒圓右軒 包了下四隻馬 暫時就是騰龍超影 富鹿 首飾鑽旗 以及就是一隻 胡亂賭贏 跑到六百多米 準備入彎的時候 前面見到獎金大王 自己一隻單騎 領先著差不多兩個馬位 後面才見到 包箱位置 就是真精彩 外面拍著是萬事恩 再走下一層 外跌網空 仍然是大運舞台 入面 先見到翡翠鳳凰 內蘭就是太空戰士 後面 牽圓右軒 以及騰龍超影 後面的馬開始要騎 準備入正直路的時候 前面先 繼續是獎金大王 但原本是翡翠鳳凰 有少許塞車 中間追點 見到有隻真精彩 外面萬事恩 還未散光 但我當是騰龍超影 在這裏上來 最後一百米的時候 獎金大王已經 投出了三個馬位 後面追點就是 騰龍超影 以及真精彩 過重點了 獎金大王贏 跑到二名 都比較接近 分別有真精彩 以及騰龍超影 都需要看慢鏡 贏就肯定是 獎金大王 距離都很明顯 第二名 真精彩 店線 第三名 騰龍超影 跑到四名 負龍 今次也想 讚一讚 獎金大王 今次的發揮 入陳家希去拆騎 騎得不錯 我們可以再重播 看看出閘的一下 獎金大王是愛蝶的 粉紅色衣服 內藍的粉紅衣服 就是真精彩 其實出閘的反映 真精彩也挺快的 不過國能騎兩步後 看到外蝶的獎金大王 他又捉著真精彩 順勢讓藍給獎金大王 在這裡準備進入第一個彎 獎金大王已經是 拿到一個放頭馬的位置 領先住都差不多接近兩個馬位 真精彩國能不斷捉 捉著捉著捉著 捉到這個包廂位置 其實看到這個情況 看到陳家希今場非常積極 和國能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對比 這樣這個情況 十當級的獎金大王 到底這個情況 是否放得快了 其實就不是 看看段速便會知道 頭段跑了23秒46 第一段比標準時間快 兩線九 第二段是23秒23 陳家希在第二段時已經按慢了 所以其實陳家希今場的發揮非常好 控制得到馬好 因為那個段速並非太快 也是最後可以關注到底 甚至乎可以看到獎金大王 其實入到直路之後 整頸都是八汗 都可以照樣贏馬 所以如果下一次再出賽的時候 獎金大王當他是臨場出汗 其實也不需要太擔心 逐個逐個馬計 暫時看到獎金大王出汗 對於他的表現影響不太大 所以最後贏馬時間 1分09秒74 比標準時間快了3線6 以一匹的放頭馬來計 自己放頭之下 做到這個段速 快段速 最後快時間贏馬 是一個不錯的水準 看看下一次再出 升班 可不可以再有表現 所以其實今集的回答康馬 最主要就是想說 關於騎士方面的發揮 其實一個騎士 並非一定要 是懂得騎好放頭馬 居中馬 或者後上馬 才可以稱得上一個好騎士 假如 特別是對於華人騎士來計 如果他們放頭 拿捏得斷速掌握得好 控制得到隻馬 不要搶口 或者放得開心 放得輕鬆的話 都可以有一個不錯的走勢 所以華人騎士 其實夠膽放頭 都可以有好表現 今晚我們會見到 有梁家俊 和陳家熙 其實這兩筆放頭馬 分別經典之星 和獎金大王 都是一個不錯的走勢 希望華人騎士 之後都可以繼續爭取有好表現 今集的回答康馬 暫時先說到這裡 下一次再後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